妈 我是不会和幸运结婚的 你说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和您坦白的 我是为了和沈青在一起 所以才去和幸运相亲的 您嫌弃他有过婚事 所以我就要和幸运结婚再离婚 这样我也就变成一个有婚事的人 卑鄙 我们分手吧 初男 我们分手吧 星运 对不起 其实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非常后悔 非常自责 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我伤害了你 我告诉你了 比起男朋友 我觉得你们两个更像是一起的 组队完成恋爱任务的 对友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对于我 就像是一起组队完成恋爱任务的 队友 现在看来 真的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 说出分手这句话之后 我反而轻松了很多 也许我们彼此 都误会了真正在一起的含义 你对我来说 可能连初恋都算不上 那我先走了 夏总 您找我 你还在生气啊 工作汇报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如果您这边可以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 功能讨论会和制作员工的阶段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永远先生 你把失恋的情绪 宣传到工作场合 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表现 夏总 如果您觉得我的言行 不符合TIG员工标准 一会儿我出去看一下员工手册 进行改正 我先出去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夏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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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夏总 夏总 晓云 快 我等下一班吧 别啊 现在是电梯高峰里面这么大地儿呢 不想做就别耽误大家时间 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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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走吧 雪鱼 夏总好 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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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你这几十年 那你 你等我都自己去做吧 喂 夏总 艾米 给我倒一杯咖啡过来 哦 马上 那个不用了 我自己去吧 看看看看看看 又出来了吧 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泡咖啡这事 泡到根本就不满意 他这种人可不变态得很 每次要四杯水六杯的 你要按照他鼻涕 他肯定觉得不够苦 你快去泡 夏总 行医生 他想给你泡杯咖啡 我等着 好 稍等一下啊 我跟他一起吃 你以后才嘆变得挺好 他也会坐在纸巾上 你看看看看下 带走 您喝咖啡 闭嘴 气是什么呀 对不起 夏总 我本来想放糖的 咱们柴水间沙汤没有了 我怕您知道会伤心难过 没办法 我只好隐瞒真相 放了点盐进去 我虽然欺骗了您 但我也是真心为您好啊 希望您可以体谅我的用心